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女孩胳膊脱臼 腿也有骨折的现象 联盟就将女孩带上了车 女孩名叫小莎 是一所中学的高中生 由于感情纠纷 小莎遭到了学校不良少女的欺凌 一时想不开就想要自杀 这时天上电闪雷鸣 小莎躺在车上由于疼痛 身体不断的扭动 结果胳膊和一旁的乔纳森尸体碰到了一起 在黑暗中 小莎分明看到乔纳森瞪了自己一眼 吓得连连尖叫 到了医院后 小莎依然无法冷静 他不停地说那个死人复活了 让医生放自己出去 没办法 医生只能给小莎注射了镇定剂 另一边 法医开始对乔纳森的尸体进行解剖 由于行刑时电流过大 乔纳森的整个脑袋都已经烧焦 就在法医拿刀要划开乔纳森的胸腔时 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乔纳森忽然复活 一把就掏出了法医的心脏 接着他那烧焦的脑袋竟然神奇地恢复到了正常状态 另一边 小莎的母亲接到电话 赶紧来到医院看女儿 母女俩的关系平时就比较紧张 说不了两句就又吵了起来 一旁的护士小姐看不下去 对小莎的母亲下了足克令 医院外的雨是越下越大 小莎的母亲只好在走廊上等待 就在这时 乔纳森来到了小莎母亲的身后 他就像一头野兽似乎嗅到了什么气息 一把扭过小莎母亲的头 不停地辨认 但小莎的母亲显然不是他要找的人 于是乔纳森又一把掏出了小莎母亲的心脏 由于是晚上 又加上暴风雨的原因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并不多 大家都没有察觉到危险的到来 小莎躺在病床上辗转反侧 这时医生又送来了一个病人小黑 两人一聊才知道是一个学校的同学 只是小黑早早的就退学混了社会 这次小黑也是因为参与打架斗殴 被捅了一刀才进的医院 小莎一听小黑是个混混 就气不打一处来 两人为此还吵了一架 闹得不欢而散 画面一转 伯格警长来到了解剖室查看情况 却不见乔纳森的尸体 护工告诉警长 应该是解剖完被推到了太平间 但伯格警长看到地面上的学迹 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他赶紧来到了太平间 对着尸体挨个进行检查 结果却发现了法医血肉模糊的尸体 还没等伯格警长反应过来 乔纳森已经将警长打倒在地 随后乔纳森逼迫伯格警长 说出小沙的下落 原来乔纳森信仰一种邪教 教徒通过获取别人的心脏 可以让自己得到永生 但超过一定的时间 整个人就会变成行尸走肉一般 生不如死 所以必须不停地挖取别人的心脏 来保持自身的健康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般的心脏能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 而巧合的是 乔纳森刚好在救护车里遇到了小沙 小沙搁不上怪异的蝎子纹身 引起了乔纳森的注意 这个蝎子纹身是圣女的标记 如果能夺走小沙的灵魂 那么乔纳森就可以免受变异之苦 由于伯格警长拒绝说出小沙的下落 所以最后被乔纳森残忍的杀害 接下来乔纳森为了寻找小沙开始大开杀界 不管是病人还是医生 也不管是保安还是护士 无医幸免 我冷个去 我说老乔大哥 你好歹问问人家 知不知道小沙在哪里 在动手也不迟 你这见一个杀一个 是为了健身还是练手啊 好了 我们言归正传 另一边 此起彼伏的残叫声 惊动了病房里的小沙 就在小沙疑惑不解的时候 小黑冲了进来 告诉小沙外面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此刻的小沙除了大喊大叫 也没别的招 关键时刻 小黑将小沙抱上了轮椅 推着就跑 一路辗转 中间还数次与乔纳森遭遇 但都机敏地躲了过去 半路上 两人和同样逃命的护士姐姐相遇 三人躲进了门禁森严的化验室 但由于刚刚跑得太厉害 小黑的伤口再次裂开 鲜血直流 眼看小黑快要因失血过多休克 在危急时刻 小沙挺身而出 一拐一拐地跑到血库去拿血浆 呃 不过小沙 咱好歹问问小黑是啥血型 再去找好吗 算了 我们不要纠结这些细节 就在小沙拿到血浆返回的时候 乔纳森出现 好在小沙手快关上了铁栅栏的门 但还是被乔纳森给抓了一下 小沙摆脱了乔纳森 只觉得手臂一阵专心的疼 再看自己的蝎子纹身 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救人要紧 小沙也就没有多想 赶紧跑回了化验室 给小黑输上了血 但紧接着乔纳森也赶到了 护士姐勇敢地挡在了前面 结果毫无意外地当了炮灰 没办法 小沙和小黑只好继续逃跑 他们躲进了太平间 小沙在伯格警管的身上 找到了一把手枪 对着紧随身后的乔纳森 一通扫射 呃 不过这枪法也是醉了 枪枪打在了屁股上 这时窗外狂风大作 一场飓风登陆 小沙和小黑瞅准了时机 一把将乔纳森推出了门 就这样乔纳森被飓风裹挟而去 第二天 劫后余身的两个人 相互搀扶着走出了医院 感慨生命的美好 但这时 小沙发现自己手臂上的蝎子纹身 竟然开始爬动 原来乔纳森在抓住小沙手臂的瞬间 就已经附身在了他的身上 随着小沙的惨叫 故事到此结束 又是一步充斥着廉价雪浆 惊生尖叫的欧美B级篇 还是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套路 看得涛哥浑浑欲睡 实在是安神尽心 必备良药 当然吃饭时观看更加的下饭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